我们现在讲一下交换积分次序 有些二重积分 你用其中一种顺序 它可能是积分不出来的 那我们就需要交换一下积分次序 例如说你先积分YS积分不出来 那么我们换一下可以先积分X 或者说是先积分Y的话比较麻烦 那我们需要交换先积分Y比较麻烦 那我们先积分X也许简单一点 那么这需要交换积分次序 那交换积分次序它的基本的步骤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第一步是我们还是要画图 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找出新的积分上下线 如果你不画图的话 基本上我们没办法把它上下线找出来的 第一步必须得画图 那我们来看一下题 我们先看这样的题 01 然后是 我们4X到4E的负Y的平方 DYDX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E的负Y平方它的元还是我们是找不出来的 因为我们先积分Y的话 E的负Y方 我们找不出来它的原函数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交换积分次序 直接算我们没办法 我们先画图 我们看积分区域的图是什么样的 X从0到1 这是从0到1 Y是从4X 4X 我们非常逗 这是 我们画到这 这是4 从4X到4 那就是这样的积分区域 Y是从4X 这是Y等于4X 那我们知道 先积分Y的话 就是从4X是下线 4是上线 所以积分区域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现在先积分X 先积分X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区域D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先积分X的话 那么这条线是上线 Y等4X是属于上线 也就是X等于4分之1Y 然后Y轴 是它的下线 那X的上线 和下线给出来 就是从0到4分之1 Y 而Y的上线和下线呢 Y是从0到4的 从0到4 然后我们这是Y等于0 这里是Y等于4 那给出积分区域 给出来了 014X到4 1的负Y平方 DYDX 我们交换一下积分次序 那么就是X Y变成Y层的 所以Y层的 把Y写的外面是0到4 X是从0到4分之1 Y 1的负Y方 DX DY 那这个时候 E的负Y方 就当成常数看 所以是从0到4 E的负Y方 乘上X X是从0到4分之1 Y 然后DX 把X的上下线带进去 0到4 X 那么就是四分之1 Y1的负Y方 那X等于0的话就是0 然后DY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积分出来了 因为Y就是Y方的导数 我们可以令U等于负的Y方 DU就是等于负2Y DY 那么这有YDY YDY是负2分之1 负2分之1DU 所以是负的8分之1 E的U DU 但是那个上下线我们也要跟着换 当X等于0的时候 当Y等于0的时候 U等于0 当Y等于4的时候 U等于负的16 上线对上线 下线对下线 所以等于1负的8分之1 E的U 然后从0到负16 我们把负16带进去是负的8分之1 E的负16 然后带0进去是 我们把负的8分之1提出来了 减1 所以我们再 改写一下 就是8分之1 1减去1的负16 这是我们 交换积分次序 的基本做法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我们先把图画出来 交换积分次序 我们先把图画出来 再 用一下新的积分 换一下X和Y的上下线 看先积分的那一部分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题 我们是从0到2 和2分之Y到1 Cos Cos X平方 然后DX DY Cos X平方 没有 没有其他的 没有X做搭配的话 我们是没办法积分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交换积分次序 我们先看积分区域 先画图 也就是说X等于2分之1Y到1 X X 这是1 2分之1Y就是X Y等于2X 那么1过来点 Y X等于2分之5Y Y就等于2X X 那么这是1 那么这是1的话 这是2 但是X是到1 X是从这条曲线到1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曲线 X X 从2分之1Y 2分之1Y是这条 是Y等于2X 到X等于1 然后Y是从0到2 这是0 这是正好是2 所以积分区域是在这一块 这块 那我们 重新换一下积分区域 那我们可以看Y的 我们先积分Y的话 我们看Y的上下线 我们Y的下线是 是这一条 上线是Y等2X 所以 Y的下线是0 上线是2X 而X的下线是0 上线是1 好 给出来了以后 我们 给出了新的这个上下线 换了顺序以后 它的上下线 好 cos X平方 DX DY 原来这个积分 就可以写成X是从0到1 Y是从0到2X 然后是 cos X平方 D Y D X 我们先积分Y的话 X看成常数 所以是0到1 cos X平方整个就是常数 积分Y Cos X平方 Y是从0到2X DX 这样就简单了 所以从0到1是2X cos X平方 D X 那直接做一个换员就知道了 2X DX 就是 X平方 的导数 2X就是X平方导数 或者说 2X DX 就是DX平方 直接换员就是 结果就是 3X平方 从0到1 所以等于3E 这就是我们 交换积分次序的基本方法 我们要先画图 画图以后 我们 画了图以后 我们才知道 它的 交换了 交换这个顺序以后 它的上下线 主要是我们要确定 它的积分的上下线 交换以后 那我们确定积分上下线以后 那 这个 我们新的积分次序的计算 我们可能 在新的积分次序下 我们计算可能比较容易一点 好 谢谢 谢谢 大家 感谢观看